一二三四五六 三四拍跟它很像 三四拍就是一二三四 然后一二一二一二 其实很像很像 我们到时候再看 就是三四拍子它是每小节分为三部分 而不是两部分 但是六八拍子每小节分为两部分 这是它的不同 那么三十八页的中间 有习题要做了 有习题要做了 我们可能要让弟兄姐妹到黑板上来做 刚刚到谁了 我把这擦掉了 应该把它照下来给你们了 应该照下来 刚刚没有人照下来 需要照下来吗 都知道吗 都知道吗 我把它照下来 这个厚度 色彩 六二七 哎呀 我把它照一下,然後我就把它擦掉 好,我們到38月中間要上來做啦 38月中間要讓他們上來做 好,OK 好,OK 好 所以其实鼓励你们回去 其实在任何的这些敬拜歌曲里面 你随便拿一首起来 你就自己操练拿起来唱 都是可以这样操练的 守调唱名法 我大概基本上就是讲这么多了 完全不会再多讲 上个礼拜漏掉了 应该还要再操练一个 荣上太阳的东西 在八十一页 也是教材的八十一页 教材的八十一页 先问大家这是一个什么调 D大调 D as a dog 然后他声拿两个音 声F跟声C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音它是一个什么 在琴上面要弹什么 声八对不对 声F 然后呢就是 所以他的开子是四四拍 一二三四 然后接下去 然后接下去 因为它是一个十六分音符 但唱的话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很难打拍 那唱的话是什么 因为是首调唱米法 它是个低大调升两个 所以升F唱mi 所以唱起来是什么 因为它是首调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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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首调唱 它是首调唱的 但它是首调唱的 它是首调唱的 它是首调唱的 今晚没有过 今晚辛苦了 今晚会发现 终于为你我的日子 生日安安安安 把终于我感觉 虽然很小 与伤感觉很小 生日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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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对吧 这个就是首调唱名法 D唱D 好 我们回到 月里之前指南三十八夜中间 谁上来做线 到谁了 好 到Merry 好 基本上首调唱名法 我差不多就唱完了 就这样讲完了 就是说 师班的训练就必须要学会这个 首调唱名法 若是会众不会唱 你就得把主音弹出来 会众会唱的话 仍然需要会弹主音做前奏 但如果我要是不标出来 我还是唱不出来 对对对 一开始总是要标的 一开始总是会标的 但是到唱多了以后 你就不想标了 你就可以唱出 对 你就唱出来了 对啦 没错 这就是训练 但是你会看五线谱 我就不建议你以后再看简谱了 如果你要标你就在五线谱上面标 有些人说 我现在 因为像太阳 那往上面有简谱 就直接把简谱盛下来 只看简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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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可以 因为你学会了五线谱以后 你就要尽量逼你自己只看五线谱 标简谱也是在五线谱上面标 这样明白吗 那标简谱的话是写数字 还是写它的唱名比较很好 就写数字 数字就是唱名 对吧 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感觉对我来说 看简谱方便一点 看五线谱 我就看着看着就 看着清楚了 对 但是看简谱就是 有很多非常棒的歌曲 你就没有办法 比如说你要唱尼赛亚的话 你就不可能去看简谱 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 会五线谱 你就不要尽量不看简谱 是这个原因 是这个原因 他们有人唱上完这个课 哇师母 我现在回去以后 看什么谱我都看懂了 我说当然了 你都看懂了 因为这个普经把你教会了 对吧 要怎么唱要怎么谈 要怎么干嘛 上面是什么东西 你都知道了 同学们第三题很难 你怎么让他一个人做这个 你让他一个人做三题 不是第三题很难 我说他在做第三题 我跟大家讲第三题不要难 大家注意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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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题不对 第二题不对 对啊 等一下 前三三后三 你这个 这个 这种的话 周围 所以六八跟三四常常会很像 OK 标志的时候 但他就跨越了 非常好 对啊 如果我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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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化 後面的一半還 一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四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四 六 八 拍 六 八 拍 要數一下他能不能夠去interview嗎 他也快樂 但是沒有嚴格了 剛才猜那個里大有不變的話其實有快樂 剛才猜的那個比較有不變 是有快樂的那個 中間 但他還是叫六 八 拍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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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要打拍子喔 第一题要没有人写的 你要站起来打拍子 一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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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一二三 一二三 他是三四拍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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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我們應該要讓大家一起打一遍 先回到第一題 全部的都一起打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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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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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一二三 我自己都沒跟上 再一次 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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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這個還比較容易 第三題誰寫的 大夫好 你先站起來打一遍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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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第二個怎麼打 一二三 怎麼打呢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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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好 下一-其-一二三 一二三 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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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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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这些都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操练 我们虽然在课堂上帮助你去学习 但是你回去一定要再看过一遍 最好自己在家里再试一下 特别是零基础的一定要 一定要 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马上就回去就不管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好 分成三部分 那你看你什么音啊 你一定还是要 它如果是三四 每一个小节一定要三拍 所以 比如说 像六八拍 那就分两小节 对 中间就 每三拍 有三个分一不可以有法院 那像三四拍的话 那三拍分成三部分 那中间可以有法院 三四拍为什么一定会分成 一定分成三部分吗 嗯 那是因为它每一个它用八分音符作为两个八分音符作为一拍 是不是 可是它有的时候它不用八分音符 但是你跨越 但是你跨越 你还是要再三 一定那个节奏 我就不能超越 每一个小节必须三拍 但是你一定只能三拍 我觉得没有严格 就是刚才我们拍了一个 你当中不变的话 嗯 它虽然是标六八拍 但是它后面 你当后面的小节都跨越了 都有跨越了 都有跨越了 对 所以 九十七月 九十七月的一半 第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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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几小节 对吗 赞美礼 第一度要来赞美礼 那个已经 哪里有赞美礼 你讲清楚一点 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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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行的第一小节 第二小节 第二小节 就是赞美之间 是不是 美礼你 你后面已经跨越了 赞美你 对不对 你虽然跨越 但是它在那一个小节里面 它仍然只有六拍 这个肯定就是说 没有分成这个这个 我说这个跨越 那个不能算快 那算连线 不是 你在讲什么 没有 它这个书说六八拍有个特色 就是说 这三个一段 六一段 公司有一个这样子 不要跨越 跨越的话 就是不是六八拍 但是这一首歌 有这种 对 我有男人 我觉得不是那么严格 就像你说的 不是那么严格 对 不是那么严格 更重要的是 更严格的是 它那一个小节里面有几拍 那比较重要 那当然重要 对吧 你看你创作人 他到底要放什么音在里头 对不对 那同样的第三行 是不是可以做六八拍 还是完全可以 在那边的功课 对不对 应该是不行的 你如果变成六八拍 那你的每一个小节六拍 你看看它起不行 这个创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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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边一二三四 对不对 这个可以 这个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对它后面又不够了 所以很严格 因为对于我们弹琴的人来讲 几拍作为一小节是很重要的 你那个弹错 你后面的人 还有唱的人 跟着唱也是不能唱错 对不对 那你弹音永远还是那地级 比如说你三四拍 有点是三拍为一小节 那唱的人就在那三拍里面 你要把它唱完了 不管它里面什么音 对吧 好 这边有问题 三十八页过去了 三十八页下面 在六八拍子当中 三个八分音符是多少拍 三拍 三拍 对啦 好 第二题 在三四拍子中 三个八分音符是多少拍 一拍半 那么第三题 在分割拍子 这个分割拍子 他在下一页三十九页有讲 是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就已经介绍分割拍子 它是多少拍 分割拍子等于是多少 等于是二二对不对 等于是每小节两拍 所以在每小节两拍的拍子中 这个二分音符是多少拍 一拍 一拍 对不对 好 有问题 下一题 在C 在C 这个就是四四拍子中 二分音符是多少拍 两拍 第五题 在六八拍子中 在六八拍子中 一个四分音符是多少拍 两拍 在 第六题 在分割拍子中 四分音符是多少拍 分割拍 分割拍子就是二二拍的意思 在四分音符是多少拍 你想想看它这个分割拍是二二 结果它给你一个四分音符 应该是二分音符做一拍的 就给你一个四分音符 所以是半拍 对不对 有没有人有问题 有没有人有问题 想一想 这些类似这种题目可能会考试的 OK 第七题 在三四拍子中 四五点二分音符是多少拍 三拍 好多人不讲话到底是几拍 好 第八题 在二二拍子中 一个全音符是多少拍 两拍 有多人不同意 好 三十九页 三十九页 复习拍子记号 在每一首乐曲的开始 用拍子记号来表明 拍子记号的上方数字 表示每一个小节的拍数 我们讲过 下方的数字 表示以哪一种音符为一拍 所以四四拍的话 四四就是表示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一个小节四拍 它也可以用一个C来代表 二四呢 二四每小节两拍 每小节两拍 四分音符为一拍 三四每小节三拍 四分音符为一拍 六八的话 每一个小节要六拍 八分音符为一拍 二二的话是每小节两拍 以二分音符为一拍 三二的话 每小节三拍 以二分音符为一拍 所以三十九页下面填空题 在三四拍子中最长的音符是什么 在一个三四拍子中最长的音符你觉得是什么 四四分音符 三五五分音符 三四五分音符 四四 multi 六分音符 四五分音符 四四四拍 在三二拍子中 什么音符算三拍 如果二分音符为一拍的话 全音符 对不对 负点全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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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圈旁边一点 在分割拍子中 就是二二拍子中 全音符是几拍啊 两拍 有没有人不同意 两拍 在六八拍子中 什么音符算一拍 八分音符算一拍 然后最普通的拍子记号 有一个什么作为底 四对不对 最普通的拍子 好到四十页了 另一种拍子记号 是以二为底数的 比起以四为底数的拍子 通常更少应用 但是呢 还是会看到 所以二二呢 这边有一个四十页低行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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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三二拍呢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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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自己打拍子 下面习题自己做 有给你一分钟时间 然后我们请人上来把它做完 现在是几点 差不多 讲完之后要进入和弦 是谁 你 我送下厕所 啊 我上下厕所了 我上下厕所了 一半 好 好 要到誰 剛到後面了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